它內環肌比較厚 外重肌都很薄 但是走到這裡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這裡的外重肌明顯的真厚 所以這個構造就叫做 拼尿喉乃結腸帶 再來如果我們把結腸帶的這個地方 就是它的內環肌跟外重肌 中間放大一點來看 好 就可以很容易發現像這一區 指針尖端就持著一個degelial cell 所以這個是一個奧式神經軸 這是一個奧式神經軸 所以這個是大腸的一個切片 這個是一個結腸大腸的切片 所以這個是外重肌真厚的天涅喉乃 如果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細膜的部分 最外面就是會有一層 單層扁平的上皮 跟下面稍許結地組織 這個就是它降膜的地方 OK 所以以這個大腸的切片來講 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那如果細胞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胞好了 就是以大腸來講 它的悲狀細胞的比例 相較於小腸來講會比較高 腸上比細胞的比例就會比較少 腸上比細胞的比例就會比較少 OK 好 所以今天的內容大概demo就到這一點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想到 大家覺得夠不清楚的 需要再講一次的 有沒有 OK嗎 好 那如果OK的話 你知道今天上課就上到這一點 好 有要複習的同學 就拿寫個鏡再複習一下 就算沒有 會不會打招加 我